5点半 气象局针对今年第6号台风卡努发布了海上陆上台风警报 卡努毕竟气象局也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 紧接范围都在北台湾 包含新北基隆 宜兰 而海景则包含北部和东北部海面 从风雨预测来看 周四中午12点前 双北 宜兰和基隆平地平均风力只有4到6级 雨量最多只有190毫米都没达到台风价标准 目前卡努已经移动到距离台北东北东方450公里海面 直至往西北溪移动 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48公尺 气急风暴风漫峻280公里 周四周五就是最靠近台湾的时候 每天深夜一直到4号左右 卡努台风大致会在台湾的东北方附近滞流打转 相局预估周四下午卡努会来到转折点 但因为速度明显变慢 到周五清晨5点才明显往东北方移动远离台湾 预估它的暴风圈清醒几率 基隆最高有84% 台北市 宜兰县 新北市都超过70% 桃园市则是67% 在降雨方面受西北风影响 苗栗的日累积来到114毫米 晚上开始台风越来越逼近 北台湾和中部山区遗事都会加剧 到明天白天它又更接近 速度变慢 雨区又扩大 北台湾这边的降雨变得相当的明显 而在中南部随着台风在南侧这个低压的西南风逐近的增强 我们到了晚间开始 中南部这边的雨势也会变得相当的明显 到周四晚上中部地区12小时累积雨量 甚至到达紫色等级超过350毫米 恰指预估 周六开始 台风才会快速远离台湾 届时北台湾降雨才会逐渐缓和下来 TV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